应对疫情,上海为什么这么牛? 2021年冬天,中国又一次受到疫情冲击,各地点撞疫情不断出现,而各地政府的应对也就成为了舆论热点。 这其中,西安与上海,这两座大城市,分别成为舆论两极评论的中心。 六朝古都西安,先后爆出各种状况,缺菜,殴打市民,孕妇就医受阻,新耿就医受阻等多起事件,让西安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地。 而上海,则因完美处理迪斯尼疫情,倒只将一个20平米小店化为风险区,成为大众赞赏的对象。 上海,能成为科学,人性化抗疫的明星,到底优秀在哪里?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 一,合理的选择抗疫目标,抗疫就是防止疫情扩散,怎么还存在目标的选择呢? 当然存在。目标往往是层层递进的,当下的目标并不一定就是终极的目标。 如果防止疫情扩散是唯一的目标,那抗疫将变得非常简单。 动用行政命令,让所有人足不出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种视抗疫为终极目标的思维,才是很多简单,粗暴,一刀切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来源。 抗疫是目标,但它还有更上一层的目标,那就是让人们过上正常的生活,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富足。 如果为了抗疫,连危急人生命安全的心脏病,有巨大风险的孕妇都阻止就医,这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只将防疫当作唯一的目标。 几次疫情路过上海,结果上海人该放烟花放烟花,该喝奶茶喝奶茶,接着奏乐接着舞,几千万人的世界特大都市,能这么应对疫情,做得相当了不起。 相比于其他城市动不动就全民核酸,你能相信,上海这样的城市,在前后九次疫情光顾中一共有多少人做核酸检测吗?只有43万人。 密接隔离人数就更少了,只有1400人。 核酸数量占总人口占比连2%都不到,甚至比很多县级市的人口还要少,不说全员核酸了,这可能连小范围核酸都算不上。 还有即便需要封闭管理,所有封闭区域和人员都是一个小区,一栋公寓,一个商场,甚至一家奶茶店作为单位的。 在出现疫情后,只将一个20平米的小店列为风险区,这等于是在宣告,没有风险,请大家一切照常。 这些手段的背后,就能看清上海市政府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地在不影响城市正常运转时进行抗议。 城市正常运转,民众生活正常,才是总目标。 防疫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 所以,上海不会出现大规模风控甚至阻止人们就医的现象,因为这与总目标相悖。 错将手段当成目标,就会出现很多荒唐的事情。 二,打造符合目标的手段,一切手段,都需要围绕着总的目标,终极目标来执行。 评估手段的有效性,应该是以是否有利于完成总目标为标准。 上海并不是怠慢疫情,而是在总目标的指导下,将工作做到了前面,做到了极致。 一地出现了疫情,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往往是一纸行政命令,封控,但上海没有这么做。 上海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流行病调查队伍,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通信管理部门通过手机定位,精确描绘确诊病例的14天行动轨迹。 之后,公安部门会根据轨迹,把病例14天内突经路段,活动场所监控视频调取出来, 最后把视频给到前方留掉队员。 其他地方政府这事也干,但他们干得非常粗糙,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时空重合,时空伴随等概念。 这些概念都是一种无法精细化掌握疫情的情况下发明的,也就是将一切可能的被传播嫌疑者进行管控。 上海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甚至不把有了接触就判定为密接,而是详细制定了密接的标准, 是要跟病例有共同居住生活,同一密闭环境工作,聚餐和娱乐等近距离接触三种情况下, 并且为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而为了减少隔离对象,留掉人员会真的看所有的监控视频一一对照每分每秒的视频, 然后去记录引导调查对象回忆自己的14天行动轨迹, 接触过哪些人员,从而快速判定密接人员。 比如这次静安区的奶茶店,留掉人员就会连夜根据视频, 一个个去看谁来买奶茶,有没有戴口罩,没戴的就是密接, 戴了口罩的摘下喝了一口奶茶算是密接。 如果仅以防疫为目标,那很简单啊, 一纸行政命令,直接让所有去过奶茶店的人隔离就好了。 但当总目标改变时,手段就需要调整, 留掉人员坐在视频前面一一比对, 然后根据他们的判断,谁是密接,谁是高风险人群, 谁应该被隔离,谁应该自我居家进行健康监测, 这么精细的控制手段,我想全国是找不出来第二个城市的。 而要达到这么精细化管控的手段, 就要求必须第一时间开展流调, 如果病毒不断扩散, 那精细化的流调就不可避免要变得粗方而低效。 也就是说,高速反应又是完成精细化目标的手段。 上海的疾控和流调出动速度有多快呢? 接到核查通知的疾控机构, 一分钟内完成首批流调和现场处置队员响应, 10分钟完成第二批,40分钟完成所有保障队员和后续处置队员的集结, 而流调队伍需要24小时全天值班, 一旦接到疫情报告后, 做到两小时抵达现场, 4小时完成核心流调和转运, 24小时完成风险人群的核酸筛查工作。 上海迪士尼在去年10月31日接到有外地协查通报, 30日有一名确诊人员在园内游玩, 当天晚上就进行园内游外3.3万人的核酸检测, 4日早上完成检测, 并发布全部阴性的通告。 2020年11月19日晚上发热门诊晒查发现阳性病例, 20日封闭小区对密接人员进行转运和隔离管理, 当天晚上10点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全部阴性, 从流调到隔离, 做核酸, 发布结果, 前后用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 当然, 同时进行高效配合的, 还有社区、公安、通信等部门的高效合作, 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 都会导致整个手段失效。 你要说上海花的资源不多, 投入的精力少, 这肯定是不对的, 只不过他们的功夫花在疫情出现前, 花在如何设计标准流程, 如何高效配合, 如何确保跑在疫情的前面。 三, 不侥幸, 有底气, 不得不说, 上海与西安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上海市政府能充分认识到上海不可能没有疫情, 他们没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上海从开布那天起, 就是国际化的, 是全球文化的交汇之处, 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而西安虽然也曾经是世界文化之中心, 还是在上千年前了。 自19世纪中期开始, 上海就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 这里随时可以见到老外, 甚至有大批的老外长期定居在上海。 世界疫情如此严重, 上海怎么可能不受波及? 上海每一天有上百万的流动人口, 只要全国有疫情, 上海随时有可能出风险。 上海一定要去面对疫情, 这应该是上海市政府早已认定的事实。 不侥幸, 那就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全力以赴准备, 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疫情。 这种心态上的不一样, 决定着是积极面对, 还是被动处理。 上海处理疫情时, 也远比其他城市更有底气。 上海也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为充沛, 财政实力最为雄厚的实力, 也可以这么说, 咱最好不惹事, 但咱也不怕事, 因为实力雄厚。 不管是大数据的资金投入, 流调人员的投入, 社区力量的投入, 医疗资源的准备, 上海都有底气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 以上, 就是我认为上海政府从容应对疫情的三个原因, 那对于企业来说, 有什么启示呢? 四, 上海防疫, 对企业家的启示, 企业家也需要反复评估自己管理上的总目标。 首先, 我们需要区分股东的目标, 以及企业运营管理的目标。 股东的目标当然是利润, 但任何一家试图做大做久的企业家, 都会清楚, 企业要做大做久, 并不能着眼于一定期限内的利润, 而是要着眼于长期的总利润。 企业家们也应该清楚, 企业要做长做大, 也必须符合消费者主权。 什么叫消费者主权? 意思是,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商品生产这一最基本经济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 这种作用表现为, 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是向商品投货币选票。 货币选票的头像和数量, 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程度, 体现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和意愿。 生产者根据消费者货币选票确定生产的数量, 雇佣的劳动和所需的生产资料, 同时改进技术, 降低成本, 增加品种等,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获得最大利润。 在这一过程中, 消费者的消费抉择与行为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满足于消费者的需要, 并且能不断地发现消费者的需求, 满足其偏好, 才能长久并稳定地创造利润, 这是实现利润的不二手段。 所以, 企业家的运营管理总目标, 应该是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不是创造多少利润。 企业家或许也可以对着股东层, 董事会提出自己的利润目标, 但对于员工, 管理层则是要提出自己的运营管理总目标。 这个运营管理的总目标, 是企业利润实现的方法论, 也即,利润为运营总目标达成后的自然结果, 是迎合消费者主权后被消费者奖励的结果。 一个企业在某一周期内有多少利润, 并不代表这个企业就一定有前途, 但一个企业持续数十年一直保持高利润, 一定是其长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优秀企业阿里巴巴, 他们提出来的企业方法论和运营总目标, 叫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是阿里实现利润增长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论, 也是企业运营的总目标。 围绕这个目标, 阿里所有的运营团队都能明白, 服务于商家和消费者, 做二者的连接器, 实现高效率的供需对接, 就是阿里所有部门努力的目标。 支付宝的诞生, 就是帮助心有疑虑的消费者迅速与商家达成交易的效率工具。 商家的排名评价体系, 就是帮助优质商家获得更多曝光率的效率工具, 它减少了顾客的选择成本, 让交易成功率提升, 退货率减少。 淘客体系, 则是帮助阿里上无数小卖家, 也可以通过分拥的方式找到无数人帮其推广产品。 花贝体系, 则是帮助平台上的买卖双方提供交易上的金融支持服务。 菜鸟体系, 则是提供了高效的快递体系, 以提升客户的购买体验, 从而增进商家的总体销售量, 每一个体系和部门都围绕着让交易更简单, 更高效, 成本更低的目标来进行。 阿里在评价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时, 都将拥有一个总的评判标准, 那就是你为提高这一目标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 每一个新的手段的成功, 就意味着总目标的推进, 也将带来更多的商家, 更多的消费者, 更多的交易额, 阿里的利润自然也水涨船高。 而全球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亚马逊, 则在它上市后, 长期与投资人沟通, 我们现在不为利润工作, 我们现在为用户工作, 我们深信为用户创造价值才能带来利润, 所以, 你们不要给我们利润压力, 而是要观察我们的用户满意度和用户数量。 中国去亚马逊的高管, 曾经经历过一次, 让中国管理者不可思议的会议。 亚马逊的全球高管们坐在一起, 讨论美国的亚马逊VIP客户的增长模型。 中国的高管认为, 这太简单了, 我只需要制定一个KPI指标, 然后要求下面人去完成就好了, 你缺什么资源, 我给, 你有什么困难, 我帮你解决, 但指标你必须要完成。 但美国人打他脸了。 美国亚马逊用的指标是, 客户满意度排在第一位, 过程中, 客户有没有感觉到被营销? 被骚扰? 他在购买会员时有没有被推销的感觉? 这些问题成为美国亚马逊考核的最重要指标。 第一年, 美国亚马逊会员占了平台消费者总数量的不到2%, 这次会议讨论的就是这2%的增长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最后高管们认定, 这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在客户满意率100%的情况下取得的增长。 于是, 他们决定在全球推广这种模式。 现在, 美国亚马逊会员数量达到了1.42亿, 那这一指标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呢? 那就是亚马逊的愿景, 让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网络操作, 获得具有教育性、 启发性的商品,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体验第一。 相比其脸书现在面临的压力, 亚马逊的高速增长依然在继续, 原因就是亚马逊长期将如何服务好消费者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方法论, 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润。 美国投行不少顾问就多次建议脸书向亚马逊学习, 不要被短期股价挟持, 而是要聚焦如何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聚焦公司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同样有一家伟大的公司, 它叫字节跳动,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中国当下唯一一家有希望于脸书、 亚马逊、 苹果等公司比肩的科技公司。 字节跳动的企业使命又是什么呢? 这两句话也是字节跳动这家公司的运营总目标 和企业成功的方法论。 不管是今日头条, 还是现象及产品抖音, 字节跳动均是将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并服务于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 我们从商业层面看, 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字节广告费收入增加了多少, 直播电商业务增长多少, 抖电业务进展如何, 但如果你用这两句话来理解字节, 你会发现, 他的一切业务均围绕着这两句话展开。 开设播主的星图广告平台, 是为了增加播主的广告收入, 如若好播主能年入数千万的广告费, 那他还会没有创作欲望吗? 开设学浪教育平台, 是为了增加知识类播主的知识付费收入, 好的知识付费主播也能年入千万, 那你会随随便便拍你的视频作品吗? 直播电商不也大部分是抖音达人的专属能力吗? 你首先要成为达人, 未来就可能日销过亿, 那你怎么能不努力生产优质的作品呢? 抖音小店开设, 让无数优质商品都可以进入平台, 优秀播主马上可以通过短视频带货为他们带来收入, 只要有收入的刺激, 那优秀的作品就能层出不穷。 只要能激发更多的人, 做出更多的优秀视频作品, 那消费者数量只会不断地增长。 甚至抖音的算法机制, 都完全服从这一种目标, 哪怕你是百万粉的大V, 只要你的视频作品质量下降, 流量马上断崖式下跌, 哪怕你是一个刚刚进入的新手, 只要作品好, 那也有可能全网播放过亿。 无数个部门的工作, 其实围绕着一个目标, 那就是如何让播主们生产更多的优质作品, 对于字节来说, 只要有无数优秀的创作者在绞尽脑汁生产好作品, 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消费者花更多的时间使用抖音。 至于利润, 需要担心吗? 它不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吗? 在企业很小的时候, 手段有限, 目标层次也不多, 如何运用手段达成目标是很清晰的, 因为那时的企业, 首先是活着, 而有利润, 就是活着的唯一手段, 但企业一大, 就不一样了。 不管是管理上, 还是营销上, 都存在着目标层层递进, 手段无比繁复的状况, 每一个细节上的手段, 是否是符合企业运营上的总目标的, 其实往往是存疑的。 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什么? 是如何让每一个员工的行动, 都能够成为有效的手段, 以完成企业家所制定的企业运营管理总目标? 企业家的总目标围绕着老板的运营管理总目标企业文化, 不仅仅是约束, 规范员工行动的, 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让员工清楚企业运营管理的总目标是什么。 不少企业提出来总产值要达到多少, 总利润要达到多少, 这是不是目标呢? 是, 但这是企业股东层的目标, 而不是企业运营管理的总目标。 因为利润, 营业额, 这些不过是达成运营管理目标后的结果, 它们不能成为所有员工的目标。 一个企业总把年度利润当作目标, 并要求所有的员工以此为目标, 那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 员工失去了最重要的方向, 那就是背离了企业运营总目标, 为了利润的增加不惜伤害客户, 违背消费者主权。 而企业短时间的利润增长, 并不一定就体现为企业为消费者服务的能力增长。 而危机中的恒大, 激进扩张的动作只能说明, 其并非将服务于客户当作最高目标, 还是将在信贷扩张期如何拿到更多的钱, 获取货币流动力差当作目标。 而这是他无法做长做久的根本原因。 一个好的企业, 一定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 一个长久的好企业, 一定是将为客户创造价值视为最高目标的企业。 企业的成功, 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结果。 企业的利润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后的奖励。 企业家应该将企业为客户创造的价值清晰化, 目标化, 并形成企业文化, 成为衡量企业所有员工行动的唯一标准。 只有这样, 庞大的企业机器, 才能不被短期利润冲昏头脑, 才能成为长久服务于社会的百年企业。